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 我是阮木花 这不畏疫情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最新的GDP预测 仍然是大幅上修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到5.46 这个较二月的预测值4.64 大增了0.82个百分点 那第一季各项经济数据表现都很亮眼 原本各界期待的今年GDP成长率可以突破5% 这没有想到五月中旬之后 这疫情升温进入三级警戒 所以各界也关注 是不是会影响到经济动能 不过主计处今天倒是没有被动摇 仍然是大幅上修GDP的情况 不过我们看到疫情似乎没那么热观 因为今天的确诊人数 仍然高达了400多人 也就是说加上这校正回归 仍然是高达400多人 总计死亡人数是21例 所以死亡的情况仍然是居高不下 本土339例 另外校正有133例 所以加总起来474例 值得注意的是死亡里面有一个是30岁的 相当年轻 所以现在目前大家关注就是说年轻人染病的状况 指挥中心说那20%的染病是年轻人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年轻 所以我不会被感染 或者说我年轻我就没症状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而且也蛮多情况看起来 这个年轻人也是会这个染病死亡的 新北还是最多227例 另外台北是152例 还有一个就是大爆发的苗栗线 51例苗栗线就是晶圆电 整个可以讲说群聚大爆发 那晶圆电总计有77个人 已经在今天下午确认是确诊 PCR是阳性 77个人 那另外还有2000多个还没有快筛结果出来 看起来这个数字还会再增加 所以晶圆电一爆发 整个群聚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刚看到一个另外一个消息 台达电 台达电的内湖总部也确诊一例 也确诊一例 此外呢 今天还有一个更离谱的 就亚东医院有一个66岁的确诊者 他要逃跑 逃跑还用拐杖去打医护人员 你说有这种事吗 真的是不可思议 那晶圆电也宣布要停工两天了 7场要全面消毒 此外呢 桃园线11例 对不起桃园市11例 台中跟基隆7例 各7例 彰化线6例 新竹跟南投两例 花莲宜兰新竹平东 新竹县 花莲宜兰新竹县 平东县高雄市 嘉义县云林县都有一例 此外呢 有14例的关联不明 还有在意料之中的 那另外呢 陈时中说呢 疫情还在高点 那但是呢 不升级也不降级 看起来降级的几率是越来越低 6月14号要能降级的几率越来越低 新北个案暴增 侯友迪说呢 面对未来新一波疫情高峰 所以 可见侯友迪似乎认为说 疫情高峰还没过去 为什么说疫情高峰还没过去呢 事实上很多这个防疫破口了 我刚才听说一个真实的案例 蛮扯的 这一对姐弟啊 还在读大学啊 确诊 在礼拜一 这礼拜一确诊 对不起 这礼拜一出现了症状 就是应该讲上礼拜六 礼拜天出现了发烧喉咙咙痛症状 礼拜一他们就要去西元医院 因为住板桥嘛 去西元医院要快筛 就西元医院拒收 我不帮你快筛 就那两个人就跑去 骑个autobot 跑去和平医院 和平医院快筛阳性啊 马上做PCR 把两个人丢到这个负压隔离病房 也没东西吃 到晚上半夜一点钟都没东西吃 然后呢 到礼拜三PCR做出来 确认阳性 两人送进病房里面 然后呢 这两个人的爸妈 礼拜三也确诊 那爸妈一家四口啊 都确诊 爸妈送去板桥检疫所 对不起 泰山检疫所 你想看呢 这个中间有多少破口啊 这两个人西元医院呢 不不不收他们 他们还在路上爬爬爬 跑去和平呢 哇就想到头皮发麻了 另外呢 雨不下 就算了 一下就大雨 连连啊 今天整个雨是非常的惊人 这个台大的这个测量测量站啊 居然可以测出啊 雨量达到207 207毫米啊 207毫米就是20 20多公分啊 20将近21公分的雨量啊 相当惊人啊 这是整个雨像用水像用稻的啊 这个中宵东路四五段大淹水啊 然后文山区有地方淹水啊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你回家路上稍微 如果开车啊 骑摩托车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今天台股呢 跌破五日线啊 压回啊 连日这个确诊不退啊 这样子情况下多少也会影响到股 所以涨那么多了嘛 这个谈上来谈这么多了 谈了2000点了 所以说呢 居高之后呢 现在目前感觉上档渐渐有压力 今天收跌98点 开低收低 盘中一度跌了162点 但是尾盘有拉上来 那今天 全日的最高点就是没有过开盘点 所以开盘就是相对全日最高点 下跌21点的时候 今天收在17147点 成交量再说 说到4376亿 那今天整个盘式呢 我们赶快请教 大爱国经济投顾的 卢文斌分析师 卢老师你好 莫尔兄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卢老师怎么看今天这盘呢 当然了 这个礼拜 我们看到整个加薰指数 在连涨4天之后 今天出现了一个压回 那我过去 我就一直的 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我说就目前来看的话 大盘进入的 这个所谓比较沉重的 一个压力带之后 随时都有回测 这个月线跟季线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也越来越高 即便不可否认 这一波整个大盘的 一个上涨 是比我们当时 一开始预期来的强 但是强归强了 你已经涨了 2000多点的一个情况之下 尤其怎么样 尤其技术指标 都已经来到了 像昨天 这个当指数来到 1713 这个17311的时候 那技术指标的K值 甚至都已经来到了 这个93 那当然或许有人 会预期说反正K值高就高 反正这个指标 还是可以顿化的 那当然是没有错了 指标高是可以顿化 不过它必须伴随了 一个比较 所谓的量能 可是以目前来看 我们看到在这几天 整个量能有开始萎缩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相较为前面几天 这个高峰的一个状况 来看的话 很明显 这个量能有在退潮 那当然量能退潮 未必是坏 是因为毕竟在整理的过程里面 你总也要经过所谓的一个量缩价稳 特别是要出现质息量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反而更有利于整个后市 但是你只要量缩下来 就不利于整个指标 持续在高档做一个动画 所以我想就目前来看的话 最好的方式还是让怎么样 因为毕竟你上涨的压力越来越重 但在你勉强就让它过好了 过了你终究还是要退回来 那与其这样子影响均心 不如说在这个网上突破之前 你先拉回来 把该做的一个准备都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一起去突破 潜伏着高17709 那如果说以目前来看 我们刚刚这个莫兄也提到 这一波毕竟从15159 那涨到昨天的高点17311 这一涨也涨了2152点 那如果说以一个黄金切割率 0.382来计算的话 其实这还算强势整理 那压回来 大概是821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那如果说以高点17311 那压回来821点的一个满足区 大概就在16490左右 那这个16490刚好非常贴近 这个月线的一个位置 月线大概在16500 那季线的位置在166669 所以我说以目前来看 这个回测的一个状况 一个满足区 似乎有往这个月线 甚至这个跟季线 这样做一个重新测试 这个机会是非常的一个大 我想就大盘的看法 大致是如此的 不过大盘我们刚刚讲了 是拉回整理未必是坏事 除此之外 那其实依照过往的一个经验 当每每大盘在进入所谓震荡 整理的一个期间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盘面上 尤其是那些被逼估的 股价这个太委屈的一个股票 往往在这段时间 它会大喷特喷 你不要说什么 你光是说我们那个246 这个利台 你看他今天被分盘交易了 那为什么被分盘交易 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个 很温吞的股票 那动也不动的股票 你想他会被分盘交易 你光是说上个礼拜 这个礼拜一了 5月24号 当时低一点都还在39 而涨到昨天的一个高点 来到71块半 光是这短短8天的一个时间 它就已经涨了83.3% 那你看在短短的8天 涨了八成多 平均一天都有超过 10%的一个涨幅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可想而知 被分盘交易也是正常的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你看在这样的一个期间 这些被低估 价值太委屈的 这样的一个股票 它不发动则已 一发动你看 往往怎么样 它就是一飞冲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在接下来 记这个利台之后 利台当然我先 这边先 这个顺便 顺道一提了 我们利台 我们是在前天 先获利出一半 那今天因为被分盘交易 短线明报的过高 我们今天也是全数的 把它获利放口袋 那不管是我们在礼拜一 卖掉的中红 跟第一桶也好 又或者礼拜二 卖掉这个天域也好 那或者像今天 我们把这个所有的利台股票 都获利出清以外 最重要的我们这个资金 我说过就是接下来 我们要锁定 就是那些同样价值是被低估的 另外股价太委屈的股票 那趁着大盘拉回 趁着他们还没有发动的时候 我们要先卡位 先布局 我说等到发动 你再来买 其实你就处处的受制于 整个股价的一个状况 我们昨天也举的利台为利 对不对 你看你当时买在起奖之前的 好那后来涨上来 其实不管盘面怎么震 你进可攻退可守 你可以像我们一样分段操作 你也可以像我们今天一样 全数的获利出清 但是如果说你等到利多建报 像礼拜 这个今天礼拜五 礼拜三 那一天利多出来了 很多人趋之若鹜 再去做一个追价的动作 你看到今天 我们是大赚获利出清 可是很多人 同样一档股票利台 目前确实怎么样 短暂的还是被套牢 当然我们认为 未来还会再过高了 只是你短线上被套住 那种感觉就不太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还是告诉各位 以目前来看的话 接下来这些被低估的 股价太委屈的股票 可能在未来大盘整理的 这段时间 他们的空间就相当值得期待 新北现在累计确诊 达到4442人 今天全台确诊已经破万了 今天是走日出现破万的情况 那单市新北就占了将近一半 所以新北市宣布了几个政策 叫大家宅在家住防疫 第一个就是交通罚环路边停车费 可以线上缴 第二个公车捷运要减班 还有黄线假日开放全日停车 路边停车隔假日暂停收费 这几个是今天新北宣布的情况 另外会有一说 目前居家隔离有4754人 将近5000个人居家隔离 那我也不知道这个居家隔离 是不是确诊者 反正他是说有将近5000个人居家隔离 看起来居家隔离的情况是蛮多的 那台北今天大雨 大安区的台大侧站 三小时的雨量达到300厘米 300毫米 300毫米就30公分 这真的是超级狂大雨 超级狂大雨 我今天下午在市民大道上开车 市民高架上 那真的是根本前面完全看不到 只能看到前面两个车灯 红色的尾灯 很恐怖 今天那个雨是真的大到 真的是超夸张的 好那台股今天全面转弱 连最强的钢铁跟航运值 今天也都下跌 不过相对有称 长龙今天下跌2块半 收在116块半 44万张的成交张数 今天跌幅是2% 另外阳明还能上涨 所以我刚讲说还有称 因为阳明还涨 阳明涨3块 收在115块半 涨幅2.67% 阳明今天也成交40万张 虽然说成交量很大 但是都比前几天略说了 华航收平盘 长龙航空收涨1块4毛5 今天盘中开盘没有多久 曾经亮过涨停板 收盘是涨了7%多 航空股这波也很强 那昨天很强的联电 今天只强了一天 今天弱了 今天下跌2块 收53块 跌幅有3.6% 此外我们看到 其他这个有量有价的股票 像敦泰今天跌了3块半 跌幅1.5% 台积电跌1块 跌幅0.17% 面板股的彩晶最近表现不错 彩晶今天涨3毛 涨幅也超过1% 此外中钢跌了将近2% 那昨天大涨特涨的 艾西宅板的星星 今天回跌了3.3% 群创跌了0.64% 相对抗跌 南访跌了半根跌停板 友达跌了将近2% 相对在面板股里面就比较弱 另外子类股的滑指 开高走低 今天收盘跌了快要6% 这个早盘到尾盘 震荡幅度高达13% 这个子类股今天转落 也蛮明显 因为毕竟前两天已经大涨了 这个15%了嘛 那慧阳今天也转落 慧阳今天跌了8%多 钢铁股的海光还能撑在平盘之上 算强势 此外呢 揽货相关业者 像中飞航 这个台华投空最近很强 中飞航今天亮灯涨停 这个是盘面上面今天比较强势 那另外波陶类股算是今天 所有类股里面 以类股指数来讲还能上涨的一类 台坡今天涨了将近1% 很强势 此外 鸿海今天也表现不错 涨一块 算是在全资股里面相对表现比较强的 那外资今天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卖超 166亿的卖压 好那接下来下个礼拜怎么操作呢 卢老师 我想我们知道说下个礼拜开始 整个会正式的进入的上市会公司 这个密集五月份营收要公布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超级的一个财报周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就一个过去的一个 过往的一个例子来看的话 因为毕竟电子股它所面临的是这个 五穷六绝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淡季 所以通常这个电子股来讲 五月六月公布出来的营收数字 基本上都不会太好看 但是往往这也是解释 我们认为说下一波 到底谁是强势的一个主流 又或者说到底谁是被低估 或者说股价太委屈的一个股票 因为如果说在传统的一个淡季 数字原本就不好看的情况之下 它反而能够缴出一个漂亮的成绩单的话 那你可想而知 它接下来既然淡季都能够不淡的 那当然旺季会更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往往有机会能够成为下一波 大盘重新启动的时候 盘面的一个领头羊 我们就以说 好这个四九六亿的这个天狱 那我们说过天狱 其实它就是一档很典型 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我们过去跟各位讲过了 这档股票光是前面四个月 它就已经赚了七点六六 那后面其实第一季才赚四块钱 四块多了 那大家这个前四月如果说赚七点六六的话 换算起来 其实四月份一个单月赚了将近三块钱 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力道 那接着下来我们看到在整个五月份 它已经率先公布它的一个营收 其实它呈现的是一个年月双增 其实五月的一个营收20.52亿 那基本上跟去年同期增加了将近两倍 那跟这个四月 四月我们刚刚讲的单月的EPS已经非常漂亮了 甚至于都已经快要追赶上整个第一季的一个获利了 结果它的营收比四月份还要好 那你可想而知 照说如果说在正常情况下毛利率不变的情况之下 它五月份的一个EPS又会比四月更好 那你想那这样子下来 前面四个月都已经7.66 那后面还有八个月 尤其五月又比四月增加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你可想而知 今年我说过再怎么样保守估计 25块两个半的一个股本 基本上应该都不会这个太夸张 那对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它现在的股价今天收盘315块 你认为它的一个价值有没有被低估 那这张股票当然我们在礼拜二 我们已经全数的获利出清 但是只要它有适当的买点在出现的话 我们随时也会再把它给接回来 因为我们说过 我们现在所谓的分段操作 是为了保持整个操作上的一个灵活度 并不是看坏这档股票的一个后市 包含今天全数获利出清的利台 又或者我们礼拜一卖掉的中红 跟这个低桶都是一样的 那重点 在出掉这些股票以后 我说过接下来 我们所瞄准的所锁定的 不外乎就是一样就是价值被低估 然后股价太委屈的股票 我想这段时间我说过 我们锁定的股票 我也不会每天变来变去的了 我们这个月从6月以来 我们锁定的就是只有一档股票 就叫做6月第一档 那这档6月第一档 当然跟天狱跟这个利台一样 都是一样同属于价值被低估 然后股价太委屈的股票 尤其你看股价 这档股票从三字头 一路修正到现在是一字头 那从三字头修正到一字头 基本上股价将近腰斩 那再加上筹码 从这个当时的一个将近9000张 减少到现在像6000多张 这个也经过了相当的一个沉淀 好了如果说在接下来 它本身业绩 具备所谓一定的一个爆发力道的话 那你想 我说这些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它不明则已 一名怎么样 必然惊人 不非则已 一非必然冲天 我想前面千亿的例子 又或者前面利台的例子 都已经摆得非常清楚了 那我想这档股票 我认为在经过几天的布局之后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还会有最后一个买点 那如果还没有跟上的 一个听众朋友 我说为了让各位 能够直接无压 而且是无障碍 没有压力 没有障碍的 能够跟上我们这档 六月第一岛 所以我们也特别帮各位 规划了一个 所谓小型VIP的一个活动 那我说这个小型VIP 因为一般而言 我们的VIP 通常这个投资的部位 基本上都会在500万以上 可是小型VIP不用 只要你的投资部位 大概100万以上 我们就可以同样用 VIP专属的一个模式 由专人来带你买进 这个六月第一岛 我说目的 无非就是怎么样 让确保各位 能够买在最好的一个价位 还有怎么样 还有就是最适当的张数 而且不要去 小看这个最适当的张数 像利台 我说这档股票 我们在上个礼拜 跟大家分享之后 很多听众朋友 拿到这档股票 结果他有没有买 有 买几张买一张 买两张 那结果一档涨了 将近八成的股票 你买个一张两张 有没有赚 有 可是怎么样 你是赚加菜金 你是赚零用钱 如果说你同样的情况 你是重压的话 你光是这一波上来 涨了八成 你是不是就是 最大的一个赢价 所以不要小看 我说能够确保 各位买在最好的价位 还有最适当的一个张数 整个小型VIP 就是要让各位 用最低的一个标准 来体验 什么叫做赚大钱的一个方法 如果说你前面 都没有来体验过的 我说这一次 千万不要再错过 尤其下个礼拜 我们的六月第一档 我认为 他随时都会做一个喷出 不过因为人力物力 有些一样 我们每个时段 像今天我们一样 也只能开放五个名额 因为要确保 这个服务品质不会缩水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还没有跟上的 我们这个假日 每一个时段 还是在开放五个名额 也请各位多多利用 今天晚上美国要公布出来 非农业就业数据 这是蛮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 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那当然它也会影响到 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特别关注 这个市场的近代飞浓 美国股市在周四 除了费半指跌幅比较大以外 其他三大指跌幅都还可以被接受 不过美股有稍微转弱的迹象 纳指是跌了一% 费半跌了1.8%的幅度 将近2% 跌的相对比较重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台股 相对比较弱的一个 我觉得外部因素 另外标普跌幅是0.36% 道琼几乎持平 只有小跌了0.07%的幅度 那在这样状况之下 美元指数有比较明显的上升 这是另外一个可能的风险指标 如果说美元指数持续的明显的 一直抬高的话 对大盘可能相对就比较不好一点 对美股也可能相对比较不好一点 这是相对股市的一个反向的风险指标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周四美元指数 比较明显的上升 所以压抑到金价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 那台指期现在目前盘后是下跌了48点 让感觉延续今天日盘的弱势 那今天期货跌的跌点比加权值还多 加权值跌98点 期值跌了126点 所以期限货之间呢 出现了逆价差47点的状况 另外贵买值跌幅也比较大 贵买值跌幅是0.75% 跌了1.52大点 指数来到201点 201点贵买值今天是有破五日线跟季线的状况 因为五日线跟季线贴在一起了 所以说今天一根黑K下来 有小破五日跟季线的情况 好那这波疫情 少到了这个房市了 我们看到整个五月份 据我知道这个中古屋二手屋的买卖情况 可以讲说是非常的冷淡 没有看房的人买房的人也退缩了 但是整体而言呢 仍然还有一定的刚性买盘 不是说全面都退去 大概各个连锁品牌 房仲业者 整个五月衰退四成到五成是有了 那好像预售屋的部分 现在目前各个建商也都暂时 暂时就是说不做行销 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现在目前做行销 你可能也不方便待看 这些问题都会是疫情下面 我们可以预期的 只是说疫情过了之后 我相信房市的买气 各方面应该又会重新恢复 整体的房市的情况到底怎么看 我们今天这两段要来谈这个话题 我们请教的是 史玛自负月刊的林振峰社长 振峰你好 阮安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这期史玛 各位看直播手上拿的自负月刊 封面报道故事叫做 买屋换房搞懂八个问题 富标叫通膨压不住了 自助需求别再杀杀的 所以说史玛是从通膨开始着眼 现在感觉起来不是只有台湾有通膨 不是只有台湾全世界都通膨的情况都很明显 没错 因为我们其实今年可以看到 特别是今年的年初以来 包括钢筋 包括水泥 甚至最近连玻璃都开始涨了 对 几乎它是一个全面性的通膨现象 那这个通膨现象呢 通常我们会注意一下它是一个短期的反弹 或者是说它是长期来到一个景气循环的周期 那我们其实通常在原物料来看 它通常就是一个大周期的话 就是一个七到十年的周期 那上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物料周期 上次的高点大约就是低点 大概从2001到02那个是低点 然后到高点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不同的原物料 会在2009年跟2011年这边分别到高点 然后大概就从2011年之后 整整过了十年 在整个原物料都还是一个相对的低迷 甚至有一些原物料都还破底 那终于到了今年 应该说去年年底 可能就是因为疫情有一些压抑 那今年是因为疫情开始慢慢缓解跟解封之后 然后再加上这个循环也到一个周期之后 就一整个突然就爆发起来 那虽然说现在看起来是长得太快速了一点 不过如果用一个长期循环的角度来讲 它在这个短期的再调整一下之后 那它可能会走一个缓缓上升的趋势 所以这是一个未来房价可能在一个 中长期有一个慢慢缓升的趋势中 可能会推动房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为什么它会很可能会在未来五年内 会很快的反映进去 是因为我们如果真正去看 台湾的房价的变化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从内政部的全国的住宅房价指数 它从2015年到现在 过去这五年来 事实上它的涨幅只有7.3% 涨幅并不是很多 7%多应该感觉就是一个温和的上升 事实上这个同期间的通缓大概就是5.5到6这样 也就是说它其实只有小幅的反映 过去这五年间很微小的通缓 我这边有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Smart上面的这张图 就是说刚才郑峰所讲的 过去五年其实房价只只有涨7%多而已 对这就是从全国平均来看 事实上如果你去把它的数字拆成不同的都会区来看 有些地方还是下跌的 大家会很意外其实台北是下跌的 那新北呢因为台北住不起人太多了 大家往新北去移动之后 所以新北是有点上扬的 那像桃园是有点上扬的 那这些区域是因为就是台北这边太贵了 造成人口往外移 所以它有点上扬 卖台北的房子搬去桃园住 好像过去几年蛮有这样的趋势 因为大家想要一个起码的生活空间 那在台北你实在买不起 尤其是如果你卖了旧房子 你想要买新房子 现在新房子在台北的室内的可用空间是很小的 你同样的钱是买不起 所以又造成这个情况 但是平均值来看 它几乎也就是我们说跟通膨是很接近 那即便未来的五年内 只维持这种跟通膨相近的趋势 那它的涨幅也会比现在大 因为整个通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知道房价其实它有一个 目前这几年来 大家都说它有一个比较下 引导它比较下降的压力 就是说少子化的问题 对 少子化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是就是它比较容易形成的是说 在未来是比较倾向于差异化会变大 也就是说因为其实人 人性就是喜欢住在交通便宜的读会区 所以少子化其实对真正交通便利 生活机能发达的都会去影响是不大的 但是确实会对这个 我们说比较偏僻的区域 那这个事情在日本是已经很明显的发生 乡村区了 乡村区他们确实是少子化里面会严重影响 人口大幅筛退流出去 这个很容易看出来 对对这个其实大家都能理解 但是我们就说虽然说大家一直担心少子化会造成这个房价向下压抑 可是事实上真正在大家喜欢住的都会区 它反而受到少子化影响是不大的 那它比较容易受到这个通膨灵带影响往上 那大家就会说那你那旧房子你凭什么变贵 为什么因为你的建筑成本是以前的 你干嘛现在你旧房子为什么变贵 你说新盖的房子变贵大家还可以接受 可是事实上我们从房价产长期的趋势来看 就是你可以发现它并不是在反映 尤其是旧房子 它不是在反映它当年的制造成本 它反映的是现在的重置成本 也就是说如果同样这个房子 都跟之后 对 改建之后 你要用这些钢心 要用这些水泥 要用这些玻璃 你再盖一栋同样可以居住的空间给我的房子 那你要卖我多少钱 所以它反映的是一个比较新的重置成本 然后过去以来一直都是这种趋势 所以这也就会造成说 即便是你是旧房子 它房价也垫高了 然后就跟着把旧房子一垫高之后 也把新房子抬高了 那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当然还有一个 现在比较未来五年内 另外还有一个压力 就是说因为新的房地合一税 防疫合一税的恩 即便要上路 它上路 上路之后 它会坦白说这个税 从长期来看 它对防疫产的影响是中性的 就长期来看 因为长期终究会回到基本面 但是在这五年内 确实会有一个短期性的影响 就是因为它一瞬间变成 让在短期内要卖房子的人的租税 这个屋主的租税变高了 所以他们可能就倾向于延后卖这个房子 所以它可能会导致在这个 毕所的这个五年内 短暂的供给就变减少 但是房子每年的固定的居住的需求 它还是一样存在 那这个居住的需求其实 像以我自己来说 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买房子的人 可是你总是你的人生就是你的家庭的另外一半 他可能就觉得说 我就是喜欢有自己的房子 我就是不要 很多人希望求个安稳 不希望租房子和被房东赶 对 就像我就是在我的老婆压力下 那我就去买房子 是太座要你一定要买房子 对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搬过好几次家 也却搬到后来我也累了 所以他后来再讲说 因为我其实没有那种有土私有才的概念 就我不是那样 那你应该是股票族 对 我是股票族 所以老婆老是说 早点买房子再买 我就说 可是好像这样子 资金全部都被锁住了 但是真的 搬了几年之后 这个也觉得蛮累的 搬一次家真的就是累垮一次 真的真的 然后有时候你还要在应付房东 每个一段时间就来跟你说 要涨房租了 那也不太开心 对 所以后来还是就是决定自己买房子 那这个就是说 总是你就是会有人身某一些必然的需求 你还是会去买 那这个刚需通常在市场上是稳定的 所以在这种刚需稳定 然后有一些短期的因素 会造成它的这个供给变少情况下 确实会刺激它的房价 在随着这个通膨的推动之下 都会让它在这未来的几年内 是比较容易往上的 那这个可能就是说 我们是提醒大家 就是说 即便像我这种没有很爱买房子 我们还是要用理性客观分析说 我们希望它房价跌下来 因为这样想要买房子 人会比较开心 但还真的蛮难的 是 那郑峰你是几岁买房子的呢 我37岁的时候吧 37岁 对 那你也算是 不是太晚 但是也不算太早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应该说 我从30岁开始就被老婆吹着买房子 所以你撑了7年 对对 我一会就说 哎呀没关系 再玩几年房价 我也是这样想说 早年比较 找一个借口了 就是搞不好隔两年之后 房价变便宜 对对对 那你有没有发现 那7年里面房价越来越高呢 还是说那7年房价没什么变动 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因为第一次可以买房 那个时候大约是SARS的时候 SARS 哦那好点耶 对那是一个好点 可是当年就是因为 真的很不想买房子 所以呢就说啊好吧 那就再看 我说搞不好 因为搞不好隔年再更便宜 那其实走过那个历史人都知道 SARS之后后来是快速的反弹 不过你 你是SARS之后的7年 大概2010年左右 我大概是 应该是2009年 2009年那时候还低啦 对对对 那时候还低了 那时候就说 那时候就是说 上市低都没有买到 就是要赶快买 所以你买哪里呢 我买在新店 我买在新店 OK那时候新店应该比现在便宜不少 对现在其实哪里都贵了 哪里真的哪里都贵 好那所以千金难买早知道了 就是说回想可能2000年的时候 2003年的时候的房价 跟现在真的是不可同乐于 但刚刚正峰也有提醒大家 就是说未来五年 房价可能在几个因素之下 可能他还有还涨的可能 或者上涨的可能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我们节目有Podcast 听众朋友我们财经一路发 每天的节目都会把它放在Podcast上面 所以听众朋友 您可以上去Podcast商业栏目里 这个点选财经一路发 有垂涎重听的功能 你也可以听前面几天的节目 都OK的 这个也请大家帮我们按个五颗星 而且开启的小铃铛 就是说这个推播功能 另外跟大家再讲一次 我没有在LINE群组上面 有任何的招揽或是什么讲股 绝对没有组成这个LINE群组 那都是诈骗集团所为 已经好多人 透过不同的管道跟我联络说 阮先生你是不是有在上面 要授课 或是说要帮我们做什么股票的分析 我完全没有 那个诈骗的非常可怕 他们就是叫你去买港股 然后骗你进去 然后那个港股就暴跌 那也有听众说他有去报案 那警察说这不是诈骗 他说因为他 因为你没有汇钱给他 所以这不叫诈骗 我也不知道台湾什么东西叫诈骗就对了 警察说这不是诈骗 他说你没有汇钱给他 所以他不是诈骗 他用我的头像跟我的名字 这不是诈骗 这妙了 真的很妙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 你觉得他是不是诈骗 好 那我们继续来访问 什么什么样的支付月刊的社长林正峰 正峰你刚刚讲说 你这个37岁的时候换房 当时你换房 你准备多少的资金呢 以及就是说 你怎么样 怎么样筹措每个月的本金加利息呢 当初有没有做一些计划 因为您这一期里面有教大家要做好买房现金流的管理 你先用你的自身历史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其实我自己的历史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其实我说我其实30 31岁那时候曾经想过买过房 是那时候有已经有积蓄 然后有一些准备 只是后来没有买成 那当然因为我自己比较做比较多就是股票投资 所以后来经过这个投资之后也有一些收获 所以等到我自己到了大概在2008年2009年那个时候 因为房价有因为金融海啸这个关系跌下一点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 因为那时候确实资备款也不成问题了 所以我们就赶快去订一个房子 那这是我的例子 可是我觉得对现在 特别如果是一些年轻人 或者是说财力不是那么足够 准备不是那么足够的人 又真的有这个买房的需要的话 我个人会建议啊 就是说尽量可以选择比较长的房贷 比如说30年期的房贷 那负担会不会很重啊 又背30年呢 对对对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说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不想买房 就是因为我光盯到20年房贷我就受不了了 对啊 我要缴20年 我人生20年都要绑在这房子里面 我感觉好痛苦 幽幽无奇 对对 我就一直拖延 那当然早期的利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在缴这个 如果你缴这个长时间的这个房贷 然后利率又高的话 你确实会缴很多的这个利息费用给银行赚走了 所以这是大家以前就说 房贷利息能够早点还就早点还 那这个也确实是这样 但是如果因为现在房价真的太贵 如果你们夫妻两个人 或者是你单身一个人 你想买房 可是你又没有长辈的照顾 现在很多人是靠长辈照顾买的起房子 你最好自备款爸妈赞助一些 对对对对 如果你真的也没有的话 那你完全要靠自己的话 那你只好请银行照顾你的 那当然就是我就是觉得30年级房贷 在这个时代是可以考量的 因为确实利率水准越来越的越低 像我以前在刚我买房子的时候 那时候贷款利息是1.8的时候 我都已经觉得贷款利息都已经跌破2这么低 我都不相信还会更低 结果人生不要不相信 现在都跌破1.5了 现在大概1.36 1.3 1.4这样 所以就是这个事情真的很令人意外 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 还有有一天有叫负利率这种东西 这个时代也发生了 不过房贷绝对不可能掉到零 对对对 银行不会做赔本生意 房贷还是一定会有 但是说实话如果是在2以下的话 其实在这个范围内 你把你的房贷拉长一点 那我觉得是可以 因为如果你这样的话会让你自己在每月的付款 就是说你只要先筹配好你的支配款 那你的每月付款的金额会大幅下降 我们就做了一个试算 如果比如说你贷款1000万 利率是1.4% 那本息平均贪还的话 那如果你是20年期 你一个月要还47,796元 那如果是30年期呢 你只要还34,034元 这都是本期军摊的情况下 那两者就差异了13,762块 说实在话 我一个月伙食费都没有13,700多块 光是这个差距就是你活得下去 跟活不下去的差别 那另外因为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20年级的房贷 以现在的房价这么高来讲 如果是在双北市的话 当然如果你买在比较偏僻 比较房价比较低的区域 你可能还好 但如果你真的是在比较大的都会区 像双北市这种 你当你的房贷利率太高的时候 你就变成你被迫只能买得更远一点 譬如你买到交通很不够 生活经济很不方便的地方 或者是说你又希望交通方便一点地方 方便你工作 那你买的频数有可能太小 那就会造成一种 要么你交通不便 工作很不方便 浪费很多时间在通勤 要么你房子太小 结果住了两三年之后 你突然结婚生小孩了 然后很快的房子的空间不够用 你又要立刻又要换房子 就变得很麻烦 所以说希望 不管是首次买房 或者是你是第二次要换屋 大概如果能够 至少买到一个房子 是足够你未来十年使用的 那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买房要做比较长远的打算 因为不要说冲动的话 就立刻去买了 因为通常像这种重大资产的投资 冲动下面都会有一些问题的 像我记得我还没有结婚之前 我曾经租了一个房子 那个房东她是一位女性 她那时候是单身 她就买了一个小套房 我也是租了一个小套房 但是她自己从来没有住过 原因是她买预售屋 等到她预售屋交屋的时候 她结婚了 所以那房子就不是她使用 然后她只好把它出租 她自己也觉得出租很麻烦 所以那时候反而对我就是还蛮方便 就是因为出租屋 所以她就对这件事不怎么在意 所以那个房东我就觉得蛮好的 但并不是每个房东都这样 就是说所以如果你是像这种 你去买了一个这样的房子 不符合你的使用的话 那你就变成变相的投资了 那变相投资这件事情 现在就变得比较不像以前那么好 因为现在的租税确实是对房东是 对屋主是比较压力大的 对自助来讲可能没有影响 但如果变投资的话 我们说现在看起来 政府的租税方向都是会让投资客 会是比较有压力的 因为她要打草房 对对对 她也不希望房价贵 可是就是房价本来就有一个自然 她就要打这种所谓的投机跟短线交易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对的 就是说房产原则上 你要投资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用中长期的角度来思考 不要这个短期的去投机他 因为短期投机买卖 这样子助长房价持续高涨 推升房价到年轻人买不起 觉得其实是很不好 对这很可怕会革命 就是说因为你想看 每个人都是需要有住房的 对对 那你在短期投机上面 把房价推高了 虽然你赚到了钱 但是你觉得赚这样钱刚好 所以我个人很赞成 我赞成投资房产 但是我希望大家投资房产的观念 是要中长期的投资了 对 特别是像以前很盛行的洪丹草做这个 对那真的是非常不好 没错 这个我觉得这真的很糟糕 不过现在因为政府就已经专门在针对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可能未来就越来越少了 我觉得是个好事 那当然就是如果房价不是回到这种 所谓的单纯用工序来炒作 它回到一个比较符合中长期的趋势里面 那你大概就比较能够有依据可循 就是说现在市场上的一个房价状况 它是跟着基本的通膨在 或者是一些基本条件在推升 那这可能你就比较能够掌握 那我们回到现在目前比较实事的 你觉得疫情会影响到这波房事吗 会 应该这么说 其实之前大家在讨论过 前阵子疫情去年第一波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说 现在同事都说还没买房子 赶快去买房子 可是他们通通都失望 因为 因为呢 SARS内似的经验呢 在大家心中印象太深刻 那一波有很多人是恐慌的卖房子 他们不是缺钱 他们是因为恐慌而卖的房子 没错 在SARS2003年04年买到房子的人都赚 真的真的都买到很低的 就是那时候的买现在都很开心 然后那时候卖的人呢 大家都被笑话说 你砍在阿呆股 阿呆家 对 就是一个 所以那个事情给大家很深的印象 所以以至于这一次 特别像现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因为利率不高 然后呢 大家也会觉得就是 这个疫情是一个 可能不会是一个太长的现象 所以其实这波并没有说 因此而造成价格有多少的回档 买汽油变得很差 买汽油变差 但是价格没有下来 因为 现在这样的状况 现在状况就是僵持着 就是说 对 确实因为不能抗污嘛 然后我们也说 因为仲介也不需要下什么行销预算 但是这个冷却会 确实会冷却几个月 那我个人建议是反而是说 真的是自助需求的人 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再利用线上看屋 赶快去看一看 把你想要的做个确定 我问过了防众业者 他们说现在目前很多社区都是禁止待看 对 现在好像五岁 他们就会推一些只能用线上看 问题是线上看屋有问他们 他们说线上看屋 3D看屋现在是趋势 但是他说台湾人买房是这样 到最后你还是要去看 对对对 到现场去看 所以让看屋 大家看完之后还是不放心 我是建议大家先锁定 最终你还是要去 最终你还是要去线上看 可以先做一些功课就对了 但是可是这个可能 因为是疫情长转 就是说如果以现在的状况来看 确实好像未来三个月内 好像不确定性都蛮高的 那你觉得预售屋市场会被打到吗 目前来看 你可能看到新闻说预售屋也变得比较淡了 因为几乎就是说都没办法 就是说所有的广告行销 因为在媒体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所有的建商 广告行销通通都暂停了 但是他们也没有打算说他要赔一卖 现在状况在 反正口袋深就跟你撑就对了 对大家都跟你僵持着 当然你说如果这个事情持续一个 这种低迷状况持续一个好几年 会不会就是大约 好几年了 我不希望了 你别吓我们了 对对对对 这个疫情持续个半年 大家都疯了 其实半个月我就已经压 就已经觉得很难受了 对啊 对 千万不要好几年 对对 所以因为如果我们不持续那么长话 因为那些 我说这些建商 其实他们前几年真的算很多 好谢谢林振锋 谢谢林振锋 谢谢林振锋